眼前这十名大专生都是在知名科技公司未来种子计划中 从上千名参与者脱颖而出的优秀生 并在六月底获选前往中国北京 以及位于深圳的华为总部 进行两个星期的观目和学习 亲身体验这家跨国公司的内部运作 为了让学生们更了解公司背景 出访之前这些学生们还被安排 事先参访位于吉伦坡的展览金 并聆听这一趟中国型的行程简报 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让我进入工作 经济的经验 在这些社会高技的高技能 活着其他社会和環境的工作 可能我可以参加它在一些天 我希望学习的力量 在这些社会的正面 我认为在社会上的社会 与内人和其他人 人从不同的文化 他们会教我如何社会与其他人 两个星期的培训中 学生们除了能够对5G 以及电子资讯等转型科技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还有机会和来自全球的种子交流 体验中国文化 探索当地城市 最重要的是 为学生提供就业技能 让他们对未来做好准备 这个体验可以让我更了解 这个行业的前景 还有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动向 在我进入职场之前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这些学生们 去看看这个世界 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 目前在大马的未来种子计划 已经迈入第六年 并有86名来自电子工程 和电脑科学科系的大专生首会 华为未来也将继续通过教育 知识转移等合作方式 提供更多学习机会 与大马学生 Sings for the future 2019 对我有一个重要点 一次 庚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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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ord